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好 再见 怎么样 又电话了吗 我怎么好意思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 你怎么知道人下次还来不来呀 你怎么知道人下次来的时候 是不是带个男的过来呀 你怎么这么不懂得把我机会呀 你懂什么 我们这位谈恋爱跟你那谈恋爱 不一样的 这爱情就是要细水长流 让这个情啊拉得长长的 让这个意也拉得长的 好 那你就等着拉得长长的吧 拉到你孤独终老 拉得长长的 一定要那么伤人吗 来 喝完绿豆汤 消消气啊 扫我心 哪有的哪没合适 母女怜心嘛 也别怪小盼了 要不 我从我们这儿派个阿姨过去 那我过去吧 反正之前我也干这行 你 你 我怎么了 我 我跟她又没什么牵连 你跟她没牵连 你 你 这假的啊 水钻的 这啊 那 那 那就当我开脱外界市场了嘛 我现任女友 去伺候我前妻 你这么恶俗的段子 那传出去能上抖音了 林桑啊 你左也不是 右也不是 哎 我就不明白了 为什么小盼做任何事 你都得拦着呢 我那叫拦着 我那叫扶着 你以为养女儿 跟养萝卜一样省心啊 行行行行 我不跟你说了啊 我说不过你 你自己慢慢想吧 我得收拾收拾 去接我儿子萝卜了 你看你看 你收拾收拾就来了 怎么了 你去接不合适 哎 我接我儿子 怎么不合适啊 人家都都都说了 要亲自去接 你 你却也不多余啊 你坐下 嗯 就你个傻嘛 说心里话啊 其实都都这孩子 还是挺不错的 不管怎么说 我们家萝卜啊 也有着落了 都都啊 一般 林桑啊 但是好奇怪 我怎么觉得心里 不是个滋味呢 我这心里也不是滋味 你说啊 嘟嘟吧 如果看上我们家儿子 我应该高兴啊 可是我好失落 你想想啊 我们家萝卜出生的时候 就五金 我抱在手里 哇 好可爱啊 可是现在 她长大了 有女朋友了 完全不是属于我的了 再怎么着 她也属于你 她是带回一个来 那叫一加一等于二啊 跟潘潘呢 等她家人的时候 那叫一加一等于零 那才真叫不属于我了 她的气候 我去带她 我去带她 准备了 那边 我去带她 一边 我带她 我去带她 我去带她 来 萝卜 你怎么瘦了呀 有吗 瘦点好 就当减肥了 是不是在里面吃不好啊 挺好的 一天三顿 很规律 那是睡不好 也挺好的 虽然里面人多磨牙打呼噜的 但我还行 倒头就睡 嘟嘟 你怎么来了 我就是 我就是担心你 我觉得 你是因为我 才会来这样的地方受苦的 其实萝卜 我这几天一直在想一件事 多多 其实我这几天 也一直在想一件事情 而且做梦都行 而且做梦都行 我出来我们马上就要办 什么事 我们去打游戏吧 真的在里面憋死我了 走 小点 不会 不 那个音乐 我来 都督 都督 怎么了 怎么不唱了呀 是我唱得不好听啊 我真的今天我太开心了 我在里面就想 我要 我要能出来 我一定玩个爽 玩个够 今天够了 不过今天还是要谢谢你啊 又来接我 又陪我玩 真的 特别感谢 萝卜 其实我今天 一直想跟你说 不用说 我都懂 好吧 你真的不用有一点点的内疚 事情都过去了 好吧 以后 你还像原来一样 对吧 该等我等 该打我打我 咱俩就是最好的哥们 你真是 天底下最傻的萝卜 我说 我说死什么了 嘟嘟 嘟 嘟嘟你倒是说话 你到底是过来见我 还是来折磨我的 不是跟萝卜 根本没有感情 不 嘟嘟 你 不会是要 要哭吧 你 你千万别流眼泪啊 你也都说女孩子 只有在最在乎的男孩子面前 才会放下戒备流泪 你 难道我是你最在乎的人吗 宇宙不能阻止你弱智的脚步了吗 我是欲哭无泪 你干吗打我 我打你怎么了 我知道你看不起我 我之前的男朋友没一个靠谱的 我傻 我活该 没有嘟嘟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我 行了 你赶紧回家吧 你妈还等你呢 那咱们一块回去吧 我也要回家了 萝卜 阿姨 爸爸你回来了 在里面怎么样 吃得好不好啊 挺好的 挺好的 放心吧 你会挨揍啊 怎么可能啊 都是我揍别人 怎么可能被别人揍 真是的 萝卜 我都急死了啊 你在里面还好吧 挺好的 挺好的 您不用着急啊 我嘴这么起泡了 真的 萝卜 快让妈妈抱抱 妈咪 这害羞死了 害羞什么呀 你再大也是妈妈的孩子吗 好了好了 妈咪不哭了不哭了啊 好了好了 你们先去忙吧 快过来 跟妈妈说说话 快快快 快坐 坐 好好好 儿子 妈咪 您在这里面 受苦了没有啊 妈咪 您就放心吧 我在里面是 吃得好 睡得香 我都快住习惯了 你真是的 傻孩子 你干吗那么冲动啊 有什么事找民警吗 你干吗要这样呢 好了 妈咪 事情都过去了 翻篇 不要想她了 没事的啊 放心吧 吃饱吗 我不好 妈妈这几个可想你了 可是今天啊 我要亲自去接你的 可是嘟嘟说 她要去接你 所以我就 嘟嘟呢 嘟 嘟嘟她不是说去接你的 她人到哪儿去了 嘟嘟是去接我了 然后我们还去了几个地方 但是后来她好像心情不太好 就走掉了 那 那你干吗不拉着她 不让她走啊 她都不是我女朋友 我 都我拉着人家干吗呀 你真是个傻孩子 真是个臭萝卜 傻萝卜 妈咪 傻萝卜 刚才嘟嘟也是这么叫我的 你们女人真的搞不懂 为什么想的都是一样的呀 真奇怪啊 还有你 港独 哎呀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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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擁有了你 有梦中的奇心 欣赖不离 那是最美的奇异 你送我的平安 插在手心里 乱世光停在这里 身材飞扬的你 你就是我的唯一 今天你和我都在一起 爸 喝一个 不喝 咱俩好长时间没喝酒了 你还知道 你多长时间没陪老爸喝酒了 错了 你不喝我自己喝了 那我帮你也喝了 我真喝了啊 嗯 带你倒过什么 再帮你喝一杯 你 你干什么呀 喝这么多酒干什么 就是想喝点酒 把我有一段时间不敢说的话跟你说一说 还有你不敢干的事啊 你想说什么还用酒撞胆 新鲜 爸 你知道我从小啊 我就看人家小孩 那左手牵着爸爸 右手领着妈妈那场景 我就特别羡慕 我从小不敢跟你说这些 我怕你难过 但是 这不代表我就接受 我一直以来缺少的那份爱 可 可是我 我能弥补啊 老爸会把 会把所有的爱 啊 所有的一切都给你的 是一样的 是 我知道你对我从小无微不至 你想把世界上所有好的东西都给我 但是 爸 父爱 再伟大 再好 他代替不了母爱 是 你从小就总夸我 我比别人坚强 但谁也不是天生就坚强的 是因为 我没有一个像自己妈妈那样 会在意自己软弱的人 你那个妈 他有妈的样吗 啊 这么多年来我这脑子里啊 永远挥之不去的场景就是 你在 地上哇哇大哭 他头都不回来 就走了 我永远我这一辈子我都忘不了 我也忘不了 但是另一个场景 也一直在我脑子里 就是我在日本出事 他急急忙忙跑过来 他那种焦急的眼神 只有在最亲的亲人里才会有 还有一个场景 就是前些天我在医院里 我看到他面色苍白 他疼得都直不起腰来了 我一直看着他远去的那个盘山的背影 我盯了好久 我发现那个背影里面特别缺少爱 他渴望被爱 缺少别人陪伴 他也不难过 他也不太爱 他也不胜了 他也不胜了 我呢 他还不胜了 他也不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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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准备了 他也不胜了 这是我做的 那是谁 朋友介绍了一个女孩子 来帮我打理家务 我的伤口恢复 也的确需要一段时间 有人帮着打理 我就不用担心了 这可是日本料理啊 是啊 这个女孩子在日本待过 她会做一些日餐 那太好了 来尝尝吧 要不你尝尝 好吃 真的很好吃 你喜欢她的手艺就好 她明天上午还会来的 真的吗 倒一点 好 爸 我其实挺感谢上天 能给我安排这样的一个机会 让我留在我娘子身边照顾她 可能 如果不是她生病的话 我这辈子都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留在我妈身边这么长时间 我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满足感 我留在她身边 是因为我想寻找那份母爱 那份一直以来缺失的母爱 但是我忽然发现 我发现她比我更需要爱 那份这么长时间以来 那份儿子女不在她身边陪伴她的那种子女的爱 爸 回国的这段时间 我帮助了很多亲人 很多互相之间有隔阂 有误解的亲人重归于好 也在医院里送走了好几位迷留的老人 我忽然发现 我的生命有了更加真切的体会 人的一生就这么长 你一直活在怨恨里 你折磨别人不说自己也痛苦 你为什么不能大胆地原谅呢 更何况她是给我生命的人 没有她就没有我 对吗吧 糟糕 啊 我来跟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先生 刘板 这位是小潘 刘板先生 早上好 那就请多多关照 早餐准备好了 谢谢 小潘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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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咖啡不加糖 我不要咖啡 好的 欣赏你的咖啡 谢谢小潘小姐 啊 医生说了 羊子的身体需要少吃多餐 所以麻烦小潘小姐 在午餐和晚餐之前 多加两餐 好的 哎呀 不用这么麻烦的 我自己准备点点心就好了 折 格小潘小姐 有了 任由你 小潘小姐就麻烦你了 你放心吧 先生 我会照顾好太太的 那你们慢用 好 有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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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你明白了 我去就行 小心 我去的 Sapan 你有了 我去就好 你给我 路上小心啊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样煮起来也方便 汤汤水水的也暖胃 不用了 不用了 太麻烦了 没关系 行了 我来就是来照顾你的嘛 香菇三鲜的怎么样 你爱吃 你还记得呀 你真的记得吗 不是我记得 是我爸记得 因为我也爱吃 但是我跟你一样 算了 算了 发香估计来不及了 好吗 没关系 没关系 我来 我可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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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广州的事情办得还顺利吗 还不知道 但结果呢 你辛苦了 给你的药你都按时吃了吗 哪里 哪里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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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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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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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 你 你晚饭想吃什么 我吃饭 吃 他这样对你 你还值气吞手 我今天晚上给你做天妇罗吧 你还记不记得我给你做饭的味道 你别岔开话题 他是不是经常这样对你啊 你连一点反抗的意思都没有 你习惯了是不是 日本家庭就是这样的 很多事情 我一句话两句话跟你也说不清楚 有什么说不清楚的呀 他说翻脸就翻脸 你觉得你跟这样的人在一起生活 你不可怕吗 他最近工作有点忙 压力很大 所以 他脾气是有点急 其实他平时对我挺好的 真的 你不要乱想啊 你想多了 我不要想太多 你觉得这样的关系很正常是不是 你完全就是他的附属品 连刺果都放弃了这样的婚姻 有什么意思啊 不要总说我了 说说你吧 我听说你和男朋友复合了是吧 他是什么样的 跟我说说 反正绝对不会跟你一样 你现在家里一点自尊都没有 婚姻呢 其实就是一道门 门里和门外 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你哪里知道 婚姻究竟是什么 就算我不知道 但是我也懂啊 两人在一起总归是要平等的 如果连这儿最基本的都做不到 那为什么要结婚呢 妈妈你就会懂的 我又要听说 你会不得到 我又要被我 你会知道 你会不会怕 你会不会有点 你会不会有点 我会不会怕 你会不会有点 就要是 你会不会有点 你会不会有点 不是 你会不会有点 你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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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來了 來了 你誰啊 嗨 你在看什麼樣蠻多大憨的 我在減肥呢 接著坐 聽到來了 想你了唄 來看看你不信啊 你沒帶東西來看我呀 亏你問得出口 上後讓你幫我出主意 你出了嗎 我這不是 這兩天在忙嗎 好了好了好了 那我們就算扯平了 我猜不信呢 怎麼樣 進展得如何 順利嗎 跟我說說 不順利 左飛總說她忙 剛才還拒絕了我的約會 這情況呀 就是這樣停滯不前 左飛這裡難進展 我覺得 你可以從原衣那兒 那種突破口 過兩天我給你一些 原衣喜歡的小手把 你可以送回她 真的 還是你貼心 你知道嗎 我對這個小孩子呀 一向來都沒有什麼辦法 尤其是原衣 他一直都不愛搭理我 小孩子其實很簡單的 你呢只要經常出現 你一直對他好 久而久之啊 他就跟你親了 對了 明天如果我沒記錯的話 應該是原衣他媽媽的生成日 你早上 可以去買一些花送給他們 嗯 行我知道了 那明天早上 我去一趟花室 這樣的話 你明天就又可以陪原衣了 你可以幫她插花 插花的時候 記得往花瓶裡 放一勺糖和一勺鹽 為什麼要往花裡放糖和鹽啊 延長花期 哦 天才管家 果然明不清 不用了 你記得下次來帶點禮物就行了 得嘞 路途 謝謝你今天送來的白玫瑰 沒關係 一點心意而已 我知道 你一直都深愛著顧身 哦 是小潘告訴我的 路途 其實我們家的事 很少有人知道 替我謝謝小潘 你們兩個都挺有心的 沒問題 那 你先回吧 別送了 那我先走了 快點兒 走 醒來是生活 我不是天才 能給自己安排 這就是上天的色彩 我按照你说的买了花 还带园艺剪织 她果然对我展开笑脸了 千年难得 今天一起顺利 妈妈当 太好了 我还会给园艺做 小摩先生的衣服的 做好了你就送给她 小胖小姐 早餐准备好了吗 做好了 我 我来问一下 现在蛋糕要装上了 装上了吗 我们很快就洗手好了 好 辛苦了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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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べてよ 谢谢 小邦小姐 难不难给我来一杯盛制 好的 对不起 对不起 我来 小邦小姐 你能帮我们去买点水果吗 悬棍上的小钱包里 有两百块钱 谢谢啊 好 小邦小姐 小邦小姐 我全都已经消失了 我已经想到你了 我已经想到你了 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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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门 尤馬太太 我想看了 开门 尤馬先生 小邦你回来了 发生什么了 没有啊 我们在商量结婚 限定日的事情 这是怎么回事 我们刚才商量得太激动了 所以把东西都打乱了 没事 到底发生什么了 没有 没事 有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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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你今天怎么一直闷闷不乐的 原来是因为你妈呀 你说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是不是挺奇怪的 听你跟我说这情况 不会是家暴吧 要不然这样 报警吧 反正他是外国人 在中国的法律能约束他呀 可是 我没证据 而且 咱们都是猜测嘛 不是 这样吧 我法律顾问倒有一个朋友 我帮你打电话问问 不用了不用了 你不能大事小事都麻烦你啊 你最近不是在忙 黄山内小学的那个设计吗 这点小事就不是事呢 我还挺麻烦 吃菜吧 谢谢啊 吃吧吃吧 你的药盒 我放在箱子前面的口袋里了 一定要记得吃啊 知道了 如果 有什么需要我带回来的 我叫朱少伯 我不在的时候 你照顾好自己 家里的事情 就拜托你了 你放心吧 有小潘小姐帮忙 一切都没有问题的 一切都没有问题的 我肯定是这个 我肯定是一个